三鳳犬咬國中生僅不少 高雄是這名郭先生向蘋果投訴 因果三的兒子上週放學經過這 竟突然遭到屋主飼養的鳳犬瘋狂攻擊 造成右腿和右腳掌多處受傷流血 上週三下午郭同學放學騎車回家途中 突然被路旁探豬頭的鳳犬 一口咬住右腳掌 另兩隻小鳳犬扶上前攻擊 同學合力將他拉出 讓他腿上已傷痕累累 送一擊就好 他右小腿 腳掌多十多處傷口 部分甚至深可見骨 明天還得接受縫合手術 騎太過去了 那個網子有破一個洞 那個狗 他的頭就伸出來 從那個洞伸出來 咬自我的腳 咬進去 他右腳 他第一隻 不是對他腳這麼咬 拖著他 後面還沒有兩隻 還從大腿打小腿 郭先生不滿兒子受傷 士族卻不聞不問 兩度向警方報案 但警方沒做筆錄 也沒開三連丹 前天記者陪他到警局三途報案 警方仍不肯開三連丹 前天下午 記者與郭先生重回現場 發現當時的圍離破洞已補好 四組簡先生則表示 平時附近學生都會去鬥弄狗 三隻凹犬平時都關在鐵籠 晚上才放出來活動 當時撞到這裡對不對 對 那起來當樓 像你在這裡 你一開始 他會追的 對 這樣而已 你如果走下六車 你如果不敢 不敢來撞 那些什麼鬼 人武分局副分局長表示 將對該警員繼深切處分 雖然四族表示 彥肇起刀意上責任 但郭先生坚持提出傷害告訴 警方訊後將全滿意傷害罪嫌韓宋法辦